分享的是皮马蒙灰 约尔书的读后心得见证 我在4月20号做了第一次的皮马蒙灰 写出罪状 悔改认罪之后 5月初我就开始恢复慢跑 坐上垃圾来促进性陈代谢 以往的我可能有个起步 之后就会慢慢的没有动力持续下去 但这一次我做了皮马蒙灰 我的持续力增强了 而且我想到要做这件事 内心就很喜乐 也很有动力 所以这半个月以来我的体力变好 心思更清明 灵力也更喜乐 更可慕神 当我做皮马蒙灰 悔改认罪以后 我就不在撒旦黑暗的权势下受压制 我的灵魂体全人正在经历神恢复 那原初创造的美好过程 更奇妙的是 我停经进入更年期 已经两年多了 在5月14号 我的月经却再次来临 也就是说 神正在恢复我身体的各项机能 这真是奇妙的见证 不仅如此 我虽已结婚30年 神也让我恢复与先生那奇处美好的爱情 在皮马蒙灰写出罪状 悔改认罪之后 不仅修复我的身体机能 更让我能领受先生对我的爱 神也借此修复我们的夫妻关系 我也更尊重 敬重我的先生 我们比以前更相爱了 我不再掌控先生 不再掌控孩子 全然交托给神 把主权还给神 以赛亚书50章30节 我使诸天以黑暗为衣服 以麻布为遮盖 整个宇宙在仇敌的黑暗权势之中 即使我信主53年 还是常常感到无能为力 即使我成为传道人 还是立志为善由得我 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但当我皮马蒙灰写出罪状 悔改认罪 自节之后 我才真正经历到神的大能在我身上显出 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 是救恩之门 当我走进救恩之门以后 我还要自节 让撒旦无法在天上法庭控告我 不除罪 撒旦在我身上的法律效力就没有出去 当我烧掉除罪状 剥柄敬拜神的那一刻 我正是经历到光明与自由 黑暗权势不再笼罩我 所以接下来我还要继续做皮马蒙灰 写除罪状 悔改认罪 我相信神必定要补还我被 剪虫 蝗虫 男子 马炸吃掉的日子 而且我和我家必会得福 如同约尔书所说的 在那日大山要滴甜酒 小山要流奶 游大的西河都有水流出 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 滋润石亭谷 在此我要感谢保林牧师的教导 知安的召集与同工们的制作 还有一群同走天路的同伴们互相打气 我更要感谢神的美好旨意 最后我要谢谢周冰三十年来 对我的照顾 爱护与陪伴 我爱你们 愿神祝福我的一切也领到你们 我想到你会去看 这就是你会去看 我要试试 我能做一句话 我看你会去看 最后来看 我看你会去看 我看你会去看 你会在这一根本 我看你会去看 你会去看